需要老师帮你看手下,面下,八字,了解自己的感情婚姻,失业财运走向,私聊老师即可,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,在相书中,耳朵代表人的智慧,健康以及福气,耳朵以厚大为好。 耳朵大而厚的人,一般肾气比较充足,身体比较康健,精力比较旺盛和充沛,耳朵小的人,这代表着体质教入,为人比较的安静,做事缺乏主见和魄力,没有远见,缺乏大智慧。 而反阔路一般个性都比较叛逆,为人固执,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,为人刚愎自用,非常的难以想。 处,导致人缘不好,也很难守住财运,婚姻也比较坎坷,一生的运气比较差,很难成事。 需要看向或者批八字,可以加老师微信66723319。